車上有一位分島 可能要送醫院 可以幫我們開道嗎 現在嗎 對對對 基隆假日車流量大 圓景在路口佔鋼 突然一名男子跑來求救 表示媽媽突然暈倒 人在車上 情況相當危急 當時在路口執行的圓景 二話不說 騎上機車 從基隆安一路 仍然入口 一路鳴笛 其他駕駛也紛紛讓路 最後只花了十分鐘 就順利抵達 部立基隆醫院 醫院的方向 那 大概知道方向之後 那我就準備開車前往 那 因為假日的關係 車子很多 很多 基本每個紅綠燈都等很久 那 突然發現說 那個紅綠燈好像有圓景在那邊 所以我就請我兒子下去 跟圓景反映走過我們的需求 那 當下圓景就馬上就 看他就很 就是很緊急的就是趕快騎個車 就是騎到我們的車前面就是待著我們 是 新竹這一家人 上個月剛五連假到基隆玩 逛廟口夜市時 夫人突然熊悶暈倒 外地來的人根本不知道醫院在哪裡 多虧了遠景引導 民眾向警方表示 車內有人昏倒 需要就醫 請求警方開道 因為他們是外地人 不認識基隆的道路 警方立即騎乘警龍機車 開啟警笛 一路附送是部立基隆醫院就診 外地遊客人生地不熟 突然發生警笛狀況 警車幫忙開道送急診 新竹這一家人相當感謝 發生突然的狀況時 基隆遠景和基隆人相助 在第一時間 危機解除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